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天气报告 我是吴宜林 首先在大范围的卫星运动可以看看 有一道比较广阔的云带都是覆盖着华南 所以今天在维港网上,云量就比较多一点 加上受到强烈的冬季过后风影响 各区的温度和昨天相比起来 大概就低了5至7度 去到下午4点多的时候 市区的温度大概就在15度 而新界会再低几度 我们预计气温未来仍然会显着下降 今晚到明天,详细的天气预测就是 天气渐转严寒,密云有几阵雨 市区的气温由初时最高大概15度 会显着下降到明天最低大概7度 新界会再低几度,高地可能会结冰 吹清净的偏北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 在电脑预报图都可以看到 受到强烈的冬季过后风影响 来近一两天,华南沿岸的天气仍然比较寒冷 接近周末的时候,虽然季后风会稍微缓和 不过早晚还是几冬的 所以展望方面,我们预计 星期三一整日,到星期四早早的时候 天气仍然是寒冷 到本周后期的时候,早晚天气相当清凉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 大风的地方,风寒效应会比较明显 所以尽量避免在高地或空旷的地方逗留太久 另外,如果你认识独居的长者或者慢性病患者 在这几天都可以留意他们需不需要帮忙 多谢大家收看这一节的天气报告 拜拜 拜拜